Hello Hello 大家好 最近我鐵索在深圳地鐵完善 看了很多不同的租住房 有些朋友留言想了解一下 在羅湖口岸附近的租盤 今集和大家一起分享 影片未開始之前 請大家支持、訂閱、按下旁邊的小叮噹 好了好了 我們Let's go 出了羅湖口岸 旁邊就是羅湖火車站 我們過了馬路之後 就會看到香格里拉 其實在香格里拉 正對面的位置 有一座新的 其實有兩座新的大廈 出了羅湖口岸 其實有一條行刃隧道 可以直接不需要經過馬路 就可以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屬於哪裏 這兩棟大廈 其實名字就是大中華環球港場 其實這個樓盤的位置屬於羅湖村 在30年前已經開始清拆的 一會大家聽聽地產怎樣介紹 我們先來上單位看看 哦 現在還未遲一點 在打通 哦 在打通 剛剛地產說 將會有一條行刃隧道 由羅湖口岸 直接來到這個大中華環球港場 剛剛都說了 這裡就是兩棟大廈 其中這一棟業主就在場 所以我就用了地產的3D戶型套 和大家一起分享 又說回 這裡是屬於羅湖村的地皮 30年前已經是收樓的了 但是在2019年才是建好 還有部分是屬於差遷房 好像這間屋 業主就是羅湖村的村主 就是有屋在那裏 所以就分到這個房型 原來收樓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務闢房 業主就自己隔 隔了就三房 一個廚房 只有一個洗手間 和一個露台 其實我一開始就跟地產說 我希望可以看到單身公寓 一房一廳或者單房 但是近來房型真是很缺 放了出來就馬上租了 所以地產哥哥就說 不如看看這間 去比較一下現時的租金價錢 大家來看看都無妨的 因為這裡真是近羅湖口岸 所以業主開價 大家知不知多少 是16000元 再另外管理費8元一平方 剛剛都有提過 其實這個地盤兩棟建築物 我們剛才看的就是無批貨 原來是商業用途 即是商住兩用 另外這層樓 樓上就是一個W的Hotel 萬豪酒店 而樓下底層的就是寫字樓 其實剛才都說了 這個是來湖村的其中一個地皮 舊樓重建 多了30年 2019年才正式建好 近兩年才陸續入伙 在這裡是一個商住用地 所以如果 在這裡得到業主同意 可以除了住之外 還可以掛牌做生意 即是申請商業牌照 現時還有得買的 幾千一平方 大概是四萬八左右 新的2024年防控新政策 就在10月1日實施 以前我們香港人 買商住兩用的住宅地 就需要給100% 即是給了 不能貸款 現時就可以有50% 即是你貸賭款銀行 便可以貸50% 現時的新政策 香港朋友仔買住宅的房間 就可以給一成半首富 另外其他那些都可以做安傑家 其實我今天鐵索 就準備照片 只是看 就是單身公寓 在羅湖口岸附近 或者最多就是國樓站的地區 所以哥哥仔 就帶我去另外一個樓 在內地大家 有些交通工具 不知道你們 回到來夠不夠膽坐 我和地產小哥哥說 看看可不可以 在國樓附近 有些單身公寓 那就新一些的 但是他說新盤就很少 所以今天帶我來看地道 這個地方近東門 現時在內地 所有的新型大廈 都是智能操控 操控就是上樓 按下按鈕 就不需要按樓 就可以上到電梯 還可以用手機來操作 看看 進到電梯 都沒有一顆按鈕 大家又看看 D的單位 這個屋苑分為AB兩座 D屬於A座 比較舊 因為已經是2017年入伙 所有的單位 都是單身公寓 但是是複式的 樓上是房 大家看看 房是不是很小 是呀 樓底還很矮 怎麼矮 我的手指都可以碰到 天花頂 都是中央空調 是嗎 小棠 可以擺到1.2的床 這個屬於第二間房 全部都是中央冷氣 這個房是完全沒有窗的 大家先猜一下租金多少 一會兒和大家說 我真的不太喜歡Loft樓 你看看 上面沒有洗手間 晚上 怎麼呢 就這樣 錄下來 會 因為高層單位 屬於開陽的 看見真是不錯 小哥哥跟我說 這裡是三層玻璃的 這裡管理費是 剛才說八個 這裡是六元多 那邊是三元多 哦 這裡是六元多 這個是 給你看視頻的五十多 那邊才有 哦 你現在帶我不是在那個 是在那裡 是在那裡 因為這裡是隨時可以入住的 哦 那邊還要等到下個月十號 那裡全部 這裡租金多少 這裡租金7千元 7千 兩壓一負 是 大家聽不聽到 地產哥哥報價是月租7千元 管理費是六個八一平方 在這裡 一層就是有23個單元 大家再來看看一間 看看價錢是多少 都是7千 都是7千 是 看完之後再聊 好 這個 方是一人 大家覺得這裡的租金 是不是很貴呢 是啊 是很貴 但是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中有一個原因 一會兒跟大家說 中央空調 是 聽不懂 什麼 地方 就不懂 在那裡 去賬錢 這個 這個 看外面 他問他 自動 他問他 看他問他 他問他 會問他 他問他 他問他 原來只是小雪櫃 這個屋苑很奇怪 AB兩棟相距差不多兩三個街口 對面都是舊樓 新的這個就是 還未入伙的 只是在裝修中 下個月才入伙 哥哥仔又帶我看一下一個露坯房 研究一下價錢 這裏的走廊位就通透些 一進門口就已經上二樓了 廁所位就企理很多 起碼洗衣機不用放在廁所裏面 都是一樣的 急屋一間 這間屋業主放出來 什麼都不包 冰箱大很多 這個真的重新 買來就有了 洗衣機呢 洗衣機也沒有 但是所有人不送洗衣機 要租客業主自己買 我洗衣機的位置在這裏 好比擺廁所 剛才那裏 廁所位好 這個廁所位是闊很多 是嗎 是嗎 這邊有通風 那邊沒有通風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看錯 我沒有看錯 那邊一樓也有通風 我們直接讓客人回過 給客人回過 你什麼時候你去吃 那個就是會自己去吃 這個就黑火 有些的 有些什麼 有些有些 有些處罰空間 有些處罰空間 简单说,因为有些储物空间,一个人住就可以了 8000元租,管理费8元,这里多少平板? 8000元租,8元管理费,双水双电,52平方 即是400元管理费,两压一户,没有了 家屋,家具自己,电器除了洗衣机,冰箱有,树物室有 全部自己要安装 今天一集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商务公寓 业主offer的租金出来都是很贵,只是有一个优点 优点就是,如果业主同意,在这个单位你是可以挂商业牌照 好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集再见,拜拜 订阅铁叔姑姑小姨妈,频道请来支持订阅,点赞,分享,留言 多谢收看,下次见,拜拜